我现在回应为什么我会这么容易讲出恩典的话 因为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经历这个爱这么在里面 这个令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非常非常的欣赏神这种 祂的美丽 祂的美好 所以我每一次祷告 我经历后来我每一次祷告 经历神的平安喜乐 我都说神啊你真好真好 我都是看到神的美好 这一方面是经历 另外这方面 其实我读神学的时候 还没有经历圣灵充满的 因为我的神学院很强调平衡律法和福音 所以这个就给我平衡律法和福音的教导 后来我就将这个扩大为恩典和律法 我就常常都看到人的美善 欣赏人的时候 我会说 例如你有这个动力去弹琴 这个是神给你的 要改善的 你有这个动力去学习 是神在你里面做工 自从你的心 有侍奉神的心 你本来的出生不是这个背景 但你现在有这个动力 就是因为神在你里面动工 所以我看到神在每一个人生命中都动工 每一个人 我都看到神的美善 所以我就说 我看人就看到神的美善 我就越想 越想我自己的曾经犯的罪 我曾经有的软弱 我就说神是你改变我 如果不是你改变我 我现在还会 犯罪不会这么刻意的处理 我现在知道神的美善 神这么美好 我也因为我的罪 我心里面说 神啊 我以前犯罪 我知道我真的 神不喜悦 以后我不要再有这个破坏性 所以我 又看到我的罪 也看到人的罪 也看到神的恩典 神的帮助 神怎样改变人 我就很欣赏神 我就 神你真好 这个是原因 为什么我常常会 思想神的恩典 我整天都思想神的恩典 看到每一个人的改变 我看到你的改变 我去看到你的动力 是神给你的 我看到 是神改变你 所以你会有动力 去看我的书 思想我的教导 听我的教导 这是因为神在里面做工 所以我欣赏的 一方面是你 另一方面是神 在你生命中的工作 所以我就 思想了 为什么我现在会这样改变呢 就是因为神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在我生命中 我就数善 当我数善的时候 我就放在记忆里 我就鼓励人 你也尽力神的感动的 你也尽力神的提醒的 你也尽力神的平安喜乐的 而且你看到你的生命 我看到每个人的生命都在提升 听从神的人 生命都在提升 我就说你看 你现在跟以前已经不同了 所以我看到神怎样 在你生命有计划 改变你 在过程中怎样改变你 然后你尊重神 你就越来越平安喜乐 这些都是很自然看到的 各方面的恩典 我越看 也越细想 细想经文 我都说 神啊 你凡事都能 很多时候 人读圣经没有看到的 他说 信我人 从他父中 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人想到 我信耶稣就有 活水的江河 就是想到 我信主就有了 但我想到是什么 神怎么有这个 活水的江河在里面 他的里面是怎么美丽的 这么美好 他要将这个 活水的江河 赐给我们 但很难不相信 所以得不到 但相信的时候 他就进来了 这个活水 就在里面 不停地流动 御圣员不停地流动 所以我说 神啊 你真好啊 你的圣灵 你的活水 不停地流动 我看到每一个经文 都看到是神做了 奇妙的工作 他的美善 所以他会有 这个活水的江河 但很多人讲到 就是说 你有没有信啊 你信有没有活水啊 你没有活水 你要悔改啊 你要遵从啊 就要活水了 就是讲 人说什么 人做什么 我最后也会说 人做什么 但首先我会说 是神 他本身 里面就是活水 他里面就是生命 既然流露出来 任何人与他握手 我代表 这个代表 这些好像接触耶稣 信靠耶稣 他的灵就透过 这个接触来到你身上 你信靠主 他就进入你的里面 他就将他的恩典 凤凤满满的 撞满你整个人 你就越来越平安 越投入 例如我没去祷告 哈哈哈哈 喜乐就来 我就说神不停地这样恩典 赐给我们所有信靠的人 你们很多人祷告 刚才都说 轻飘飘 轻松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神将他的活水 流进我们的里面 我就看每一件事情 如果有人有意外 然后又保存安全了 我就说神的真好 他能够在这个时候 保护你 祝福你 所以你不会被这个意外影响 每一件事情发生 我都看到神的美善 这个就是这个秘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